今天我們要來改裝 iMac 主要改裝四個部分 CPU改成 i99900K 記憶體改到40GB NVMe SSD改到2TB SATA SSD也改到2TB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 首先,用塑膠圓滾刀 在螢幕邊框周圍分離螢幕與機身的黏膠 如果不用吸盤也是可以拆 但有吸盤的話真的是比較省事一些 螢幕拆完後 也要留意將機身和螢幕上兩面的殘膠清乾淨 因為兩面都還是有可能會有一些殘膠在上面 面板本身是有一些重量的 所以從機身拿起來的時候也要有心理準備哦 分離成功後取下面板時 機身就會自然往上抬頭到頂 這是很正常的不用擔心 小提醒,放置面板時也要小心 這時就可以看到機身內部各個緊緻的零件了 底下邊緣的邊條 用小的十字旗子就可以逐一卸下 拆完邊條後 接著卸除左邊的喇叭模組 除了畫面中看到的兩個螺絲以外 還有很細的排線 是走在現在這塊零件上面的 所以卸除時也要格外小心 右邊的喇叭模組也是兩顆螺絲 是不用完全卸下的螺絲 只要鬆開就可以拿起來了 卸除電源供應器之前 卸除電源供應器之前 要先將電源供應器跟主機板的排線分開 再開始卸下電源供應器的四顆螺絲 螺絲卸除後 背後還有兩個排線是跟主機板連接的 也要將其分開才能將電源供應器取出來 在卸除主機板前 先逐一將排線卸除 再開始卸下螺絲 有的螺絲的位置比較難找 要多找找看喔 風扇的三顆螺絲 也是只要轉鬆就可以取下的 不用完全轉出 取出主機板前 背後和側面還有螺絲 要多加留意 都卸除後就可以開始拿出主機板 主機板取出後就可以開始卸除散熱器 獨立顯示晶片部分 正面背面都需要螺絲起子才有辦法卸除 卸除CPU散熱器前 要先將CPU底部的四個防拆貼紙移除 將散熱器與主機板分開後 我們就分工將上面的散熱膏逐一清乾淨 主機板這端主要是CPU和CPU RAM兩個部分 要特別小心不要傷到其他旁邊的零件 那這邊是先用OWC的塑膠工具 將各個晶片上的散熱膏煮一刮除 之後剩餘的散熱膏再用棉片擦拭乾淨 CPU因為散熱膏的關係會黏在散熱器上 稍微從四周敲開就可以了 取下來後 也是先用塑膠工具將上面大部分的散熱膏移除 剩下的再用棉片擦拭乾淨 清完以後就可以看到GPU的表面變得非常光亮 也可以看到其GDDR5記憶體是三星的顆粒 CPU部分就是準備將左邊這顆iMac原廠的i58600 換成右邊這顆i99900K 核心數從六核心六直行序 提高到八核心十六直行序 散熱膏部分全部都要重新上過 散熱膏我們使用的是利民的TFX 這款散熱膏主打地表最強的散熱膏 導熱係數高達14.3WMK的規格 真的是很厲害 那之所以沒有選一台金屬或是把CPU開蓋 主要是考量到iMac原則上是不會讓 9900K的功耗和效能拉到太高 所以用品質很好的散熱膏 就可以應付了 而且畢竟也不是極限超頻嘛 所以在此條件下 求穩求安全 自然就沒有必要用維護風險都比較高的液態金屬 那因為我們要上的散熱膏的零件也很多 所以選的這條TFX是6.2公克的大容量版本 將GPU、GPU記憶體和CPU都逐一點上散熱膏TFX 然後抹平抹勻 最後將清理好的散熱器蓋回就可以了 記憶體部分我們使用的是OWC for iMac的專用記憶體 雖然一樣是DDR4 2666MHz 但蘋果通常是很挑硬體的 所以使用OWC的記憶體可以讓我們很放心 不用擔心在這個環節失敗 那如果是27吋的使用者 不用破保拆機就可以輕鬆從外機殼更換了 那這邊的影片純粹是給21.5吋的使用者一些參考 可能也有一點舍近求遠的浪費才能吧 接下來我們準備了一條M.2 PCIe NVMe的SSD 這是西捷的FireCuda 510 SSD 容量是2TB的 讀寫速度都有超過3000MB的實力 寫入還有高達60萬iOps的規格 真的是非常厲害 所以這條2TB的SSD效能真的是非常強 容量又非常大 預計會作為這台iMac的系統碟來使用 那比較緊張的就是 iMac是很挑硬體的 而且目前國內外我們看過的資料 都沒有看過有人用過FireCuda 510來改裝的案例 所以我們這樣做其實是有可能失敗的 不過我們還是願意大膽來嘗試看看 如果成功的話 大家改iMac選SSD的時候就多一個選擇了 等一下我們要將主機板上原本的SSD換下來 換上FireCuda 510 SSD 此外為了避免溫度過高而導致SSD的讀寫效能下降 我們準備了兩片鋁脊型的金屬散熱片 之後就簡稱金屬片 等一下就是要將金屬片貼到SSD上 剛才已經用九星棉片 將SSD上主要的晶片 兩片金屬片 總共四個接觸面都先擦乾淨了 接著足以貼上導熱洗膠片 這篇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 我們準備的金屬片一個是3mm厚的 另一個是6mm厚 因為SSD與主機板之間的距離有限 要容納晶片顆粒的厚度 導熱洗膠片的厚度 還有金屬散熱片的厚度 整體來說是非常局促的 所以採用是比較薄型的3mm厚度的金屬片 這樣金屬散熱片 跟底下主機板之間還會留有一點空間 足夠讓空氣流通達到散熱的效果 那這是我們的理想狀態 實際上有沒有查也沒有在iMac測試過 但是因為是裝進iMac中的 也不想再拆第二次 所以我們先假設這個理想的狀態 對散熱是有幫助的 至少是不會本末倒置啦 那SSD的另外一面 就是靠後機殼的正面 我們貼的是6mm厚的金屬片 當然也是要上導熱洗膠片 那整體裝機的厚度也是OK的 不會卡到機殼 也留有一些空隙可以讓空氣流通 那現在我們先將iMac原本上面的這條SSD 拆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iMac使用的SSD是特規的 所以一般M.2要透過轉接卡才能連接到上面 OWC的工具組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支黑色的塑膠棒 因為它拿起來非常的堅固 甚至連尖端的部分都不會讓你覺得它好像會斷掉 還用起來真的是蠻耐用的 最後我們就做出了一片這麼厚的SSD三明治 那我們等一下也來量量看這片SSD的厚度 厚度大約是14mm 最後裝上我們的SSD三明治 然後鎖上螺絲 好了這部分SSD就改裝完成囉 接下來要安裝SATA SSD 我們要先將主機板的零件 按照步驟安裝回去 要安裝的SATA SSD是博地的P200 SSD 超大容量2TB 就是為了裝進iMac後不用再懊惱 當初為什麼沒有放大點的容量 那目前P200在市場上的價位也非常有競爭力 讀寫效能也不俗 大家可以考慮 因為iMac本身的硬碟空間是3.5吋的 因此我們要透過轉接架 將2.5吋的SSD轉接上去 才能安裝到iMac中 到這邊四個關鍵的零件都已經更換完畢了 剩下就是足以將原本的零件裝回 至於最後我們有沒有成功呢? 大家覺得呢? 本來想在下一部影片再公布 但我們現在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改裝成功了 真的非常高興 下一部影片會比較改裝前 改裝後的效能差異 以及更舊的iMac相比 效能的提升是如何的有感 邀請您按讚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再會 按讚 按讚 按讚